車輛逆向一路挺進管制站 看似就快完美壓線 結果 你已經逆向了 驾驶當場被要求調頭折返 請回到隊伍最後面排隊等待 因為遊客心心念念的 就是荷歡山上的矮矮白雪 逆向車上山 這下碰上下山車 讓白癢黑癢的會車情節上演 一次上來嗎 依序排隊的遊客抓緊空檔綁雪鏈 只是話才說完 這一波寒潮讓荷歡山白了頭 降雪線從武嶺一路往下延伸 只要過了台14甲線24公里處的淵風 在往上一公里後 就能在路線上直接賞雪玩雪 現在這樣排還好 還好 趁著空檔現在做一個大雪人就對了 正常都這樣 不然坐在車子太無聊 大批遊客上山朝聖賞雪 使得省到台14甲線 和歡山路段大塞車 停在路邊的車輛等上山 既然下車就能賞雪 也意外使得遊客徒步前進速度 比排隊車輛還要快 再來就有難投重